假设各位您是要去加入一个会议 基本上您就直接从这个地方去打会议的一个代码 直接打会议的代码 基本上它就会登录到别人给你的那个会议的部分 可是通常对我们来讲 我们通常是比较需要是使用左手边的新会议的部分 好 你去点新会议的部分 你会发现它总共有三个选项 第一个是取得会议的连结以便跟别人分享 第二个是发起一个即时的会议 发起一个即时的会议 好 假设我直接去点发起一个即时的会议 好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它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画面 通常各位这个画面 这个动作各位需要特别留意的是 第一个Meet这时候 它要使用你的麦克风跟你的相机 请各位记得去点允许 点允许 然后呢 它说Meet要求以下情人许 你要允许 好 当你去做完允许之后 因为这边我有我的webcam 所以你会发现webcam已经接上去了 然后呢 各位有没有看到上面也有一个麦克风的一个部分 上面有一个麦克风的这个图案的部分 您可以直接去点这个麦克风图案点它一下 你会发现它出现一个红色的叉叉 代表的是它现在暂时帮你把你的麦克风先关静音的动作 那如果说你连镜头的部分你也把它关掉 它这两个东西都会把它关掉 这两个东西都把它关掉 好 那我先把它都先打开 先打开之后呢 您可以去点看一下右边这边有三个点点 您可以点它一下 这边有一个叫做设定的部分 有一个叫设定的部分 那目前各位当你进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其实各位你还没有真正进入到会议室里面 现在你还在会议室的外面 你再做一些调整跟设定 那你可以从这个地方三个点点点它一下 你去点设定 好 在设定的这个地方呢 各位您就可以先去做几个测试 第一个假设各位你有主人的麦克风 您可以看一下你在讲话的时候 这边是不是有声音跟一个图案 一直在闪一直在闪 代表现在目前你的麦克风是OK的 再来 这个是您的这个喇叭的部分 您可以直接去点这个测试 这时候它就会直接在你的耳机上面 你会听到一个电话声响的部分 如果你有听到就代表你现在目前的设定是OK的 再来 这边有一个叫视讯的这个地方 好 视讯的这个地方是各位比较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各位 你们会发现 来 它预设是这样子 它预设叫做标准画质360 它有分所谓的传送 跟所谓的接收 很多老师他在做线上课程的时候 他说很奇怪 我明明网络是不够快 可是为什么看起来画面就是不够的 那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 基本上就是这个地方没有去调整到 请各位直接去从这个下拉式选择点它一下 您可以把它调整成高画质 如果你的网络速度够快的话 这个是你传送输去的部分 再来的话如果你希望看到对方的画质 也是高画质的话 请各位这两个都把它调高 都把它调高 调高完之后你按完成 基本上你的画面 传送到对方的画面 跟对方传送到你的画面 看起来都会是比较OK的 不会看起来好像有点落层的那种感觉 假设你做完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去点立刻加入 立刻加入 当你去点立刻加入之后 你就会发现他跳出一个视窗 他跟你讲说 请分享这个资讯给受邀请的人 这边有个叫做复制会议参加资讯 当你去点它一下之后 他就会帮你把这一长串的网址 把它复制起来 这时候如果各位你有你们全班的通修路 或者是你有他们的LINE群组 直接把这个网址听给对方之后 对方就可以收到这样的一个讯息 他就可以透过这个连结 连进你的这个会议器 好在这边各位 您可以仔细去看一个东西 各位你有发现下方有写一个 你在这里新增的人员 可以直接加入会议 不必提出权限要求 这个是什么意思 一般来讲我们去登录 因为我们是发起会议的人 我们是发起会议的人 所以基本上我们不会有这个困扰 因为当我们说加入都加入了 可是假设今天你是学生端 假设你今天是学生端 如果学生他要用你的这个 他收到你这个会议的这个邀请的时候 他点进去之后 然后呢 他会遇到一个状况 他一样是登进来 他这边有一个功能叫做 同学你要去点要求加入 他要去点要求加入 那当他去点要求加入之后呢 他如果你一直没有去点待 没有一直没有去等他点他的时候 他就会出现等待允许加入中 如果你一直忘记这件事情的话 他就一直进不来 然后呢 除非是 这时候在你的教学的那个固域的视窗 他会跳出一个东西 告诉你说 某位使用者想要加入这个会议哦 所以你按接受 接受完之后呢 基本上这个学生才进得来 基本上这个学生才进得来 那 成功刚刚都讲的 假设今天你有50个学生 你这50个学生 如果每个都去点的话 你会不用上课 那这怎么办 那这时候请各位哦 有三种方法可以去课 三种方法可以去课 第一种 我们直接哦 像刚刚 我们刚刚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各位没有看到 他已经告诉你哦 你只要从这个地方去点加入成员 你把所有的你的学生哦 所有的名单全部贴到这个地方 比如说他的网址 他的email一个个贴 贴进去之后呢 这些收到邀请的人哦 他用J9帐号跟进来的时候 他基本上就可以自动进到 你的这个会议 这是第一个方法 可是如果你用这个方法 你会恨我 为什么 老师 那你一个个点跟 加50次email 是不是意思是一样 而且他会有个困扰是什么 各位 通常哦 我在进行一个会议 就是进行一个课程之前 我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假设现在全班有50个同学 然后呢因为呢我要让各位能够做得到我们的讯息 翻译场我会做第一件事就是我会去搜集全班团学的关注路 那有几种做法 一种是我直接发指的几个都写 写完之后我再拿P进去 第二种方式呢 我会直接用Google表单 Google表单它填完之后我就直接下载完之后就丢到我个人的一个Google行事地里面 然后呢这些人的这些东西这些人的这些资料都寄到我个人的Google联络了 然后直接在Google的那个Canada上面去发行我的密诊 然后我就直接打关键字把这群人把它丢进去之后 这些人他们我第一个他可以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个他连他登进来之后呢 我连允许都不用允许直接进来 那第二个我也不用在那边就是确认到底谁到底知不知道那个连结 因为基本上刚才我就设定我的行事 他就很过分期待对方的行事里面 好那待会我会教会怎么去操作 这是第二种方法 这是第二种方法 第三种方法就是直接配合你的外快层次 它可以有个分点叫做自动允许 你就可以少按一只下 你就可以更快这五十分之后 OK 这是三种方法 我们很快速去讲一下这个东西 很快速去讲一下这个东西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 我先把画面还给各位 请各位 待会先帮我先开一个新的分页 试试看你的九宫格上面 是不是找得到google meet 是不是找得到google meet 让他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呢 试试看哦 你就点点看 你的新会议 然后发起一个新的会议 发起一个新的会议 然后记得自己就加入 那通常各位 待会你去做测试的时候 你的会议室会很孤独 因为这只有你一个人 只有你一个人 但是我们这个目的 是在确认各位 你的耳机 跟你的麦克风 我们刚才已经设定过了 可是实际上到meet之前 你还是要反复去测试 这些是不是OK 尤其是刚刚我们讲到 webcam的画数的部分 你要把它调高 那待会我们再做第二个部分 我把画面还给各位哦 请各位帮我操作一下